当AI的科技越来越先进 人类慢慢感受到威胁 所以人类开始对AI的反感 因为他们会祸害人间 但人类可否停止科技的发展呢? 或者问我们应不应该去阻止 我们认为有害的科技发展呢? 大家好,我是小小客! 今天我讲的就是 《韩逸杀手2022大停电》 《2038仿新人时代》 和《2048无处可逃》 这个频道就是专讲动画电影电视团之后 如果喜欢影片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订阅,订阅,关注频道中的更新 还有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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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点赞,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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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泰勒公司的仿新人Nexus 已经到第八代了 八代仿新人有和人类一样的自然寿命 没耐之后 地球就爆发了这个人类优越行动 人类找出他们当中的仿新人 并且将其杀害,再将仿新人的尸体 挂在大街之上 他们就是靠着仿新人注册资料库 找出谁是仿新人 并杀害他们 在街上,三个人类正在围绕着一个 娱乐用的八代仿新人 但一个战斗仿新人 从后出现,杀死了三个人类 并救出了一个仿新人 同一时间 在银翼杀手的办公室之中 布罗欣队长和Gav 赶入五个战斗仿新人 由卡兰花图逃走了 其中一个就是刚才救走仿新人的 乙杰 乙杰带着刚才救走的仿新人Tracy 劫了一辆油车 Tracy两个星期前还在男朋友的家中 她的男朋友就是一个人类 而且认为仿新人 比人类更纯洁更加有人性 不像人类敢会背叛 看这位男朋友 是比和无路过的男人 而乙杰之前一直都是卡兰花这个星球上面 参与着战争是一个军人 直到有一次她发现她的敌对她的敌人 原来都是八代仿新人 因为八代仿新人 右眼下眼皮下是会有数字的 她才发现 她们这些仿新人 只是人类在沙盘上的士兵玩具 而她来到地球的目的 就是洛杉矶的数据中心 里面有现存仿新人的资料 只要摧毁了数据中心 人类就不可以靠这些资料 找到哪个是放生人 放生人和人类的分别 就只剩下右眼下面的偏好 而乙杰的同伴 已经潜伏在军方的基地之中 准备对洛杉矶发射一粒EMP导弹 乙杰就要趁大庭战期间 物理摧毁数据中心 乙杰就说了 我们虽然比旧的型号长命 但knife不等于living 他们要的就是living 这个认为我战斗的意义 Tracy听了之后就问 如果我们死了会不会上天堂 乙杰就说 都我们来说没有天堂或地狱 现世就是我们的所有 由车去到数据中心 两个放生人就落车对付守卫 Tracy一直跳着避开子弹 并且空手就打下了守卫 乙杰手持两支枪 一枪一剑地杀进去 为什么你不分一支手枪给Tracy呢? Tracy就空手入八人地 憑双手做低了不少守卫 所以这就证明了人类怕你们是应该的 一个娱乐用的放生人 即是做鸡的放生人 可以空手打下这么多人类士兵 Tracy就在士兵中穿插 用如家一样的步法躲避子弹 但就在半空的时候被一发子弹打中了 没错就是跟Price一样的死法 所以跳什么狠狠不跳就赢了 你这么狠镜这么狠好打 同时EMP导弹已经来到洛杉矶的上空 乙杰拿着油车 来到数据中心的核心区域 EMP爆炸 整个洛杉矶煞时间停电 天空中的飞船逐一地堕落 而数据中心也随即发生大炮炸 2022年的大停电之后 政府就禁止再生产任何放生人 令泰勒公司迅速没落 直到华来士企业的出现 2036年 在政府的司法部门 一群高官正在等着 正当他们以为等待无果的时候 一个人就带着他的男人走进房间之中 那个人就是华来士 是一个盲人 华来士就说 因为自己百病前身才似大道 高官们不要说些什么 也都没得可以说些什么 现在直接就开始单刀直入他们讨论了 华来士企业被崛起 就在大停电之后几年 人类处于粮食危机 华来士就透过新的农业技术解决了危机 华来士企业从此成为世界大企 并且收购了泰纳公司 而高官们找华来士就是粮食又又又不够了 华来士就说了很多高大上的说话 正常人去看他的对白 你是不会想明他说的什么 总之意思就是 仿生人就是人类进化的必需品 政府对仿生人的禁令就是阻止人类进步 高官们都知道 华来士是将政府撤销仿生人的禁令 不过大停电之后 高官们都怕撤销禁令会令人再处于危险之中 于是华来士就展示了他做的仿生人 就是他身边的女人 他做的新仿生人会完全听令于人类的指令 而且可以由顾客定定他的寿命和功能 他就叫仿生人打碎眼前的玻璃杯之后再自杀 只有那个仿生人真是听话照做 一玻璃就插自己死了 在保证他做的仿生人会绝对服从 和解决粮食危机的双重有因之下 政府终于点头 撤销了放生人禁令 2048年 一个人在厕所的镜前突然陷入一片恐慌 随后他又找点水洗面然后回复正常 戴上眼镜再走出厕所 他走到街边一个市集之中 在市集中途遇到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和男人似乎早已经相识了 男人就带来一本叫《权力与荣耀》的书给罗里 他说本书是说一个犯了罪的牧师去寻找人生意义的故事 男人把本书送给罗里之后 就微笑着离开去到街角的一个店铺之内 他想把一个活体类似虫仔的生物卖给他店铺 男人无奈只能接受 以三千的战价买出 拿到搜据之后 男人就元老回去 刚好看到刚醒的罗里和他妈妈受到几个唐山大兴的骚扰 身边的人就真的好像唐山一样 一样完全没有想过伸出援手 男人见状就出手相助 一拳一个唐山大兴 而他的战斗方式拿到旁人都走避不及 连被他救了的母女都面带恐惧地看着那个男人 大家都认出是只有仿新人会有这样的战斗方式 他就是在2022年 其中一个在卡兰花逃走的八代仿新人摩顿 摩顿知道自己暴露之后 就离开人群逃走 而人群之中 有个人就收拾了摩顿跌下的收据 然后就报警报告 发现了一个旧的仿新人 2049年 这个银疫杀手收到上级的扩打 要在一个地方找摩顿 并且退役这个仿新人 今天的内容就是 银疫杀手2049的三个前置小电影 就是银疫杀手2022大停电 2036仿新人时代 和2048无处可图 这三个小电影可以说是2049的小背景知识 不过问题就是 如果说这三套再说2049 市场就很长 因为二元城九本身的图戏都不短 但只是说这三套小电影的内容 那条片就很短 像今次那样 唯有讲到后继去补充时间 不过我下不了广告 我想其实我第一套看关于银疫杀手的片是2022 Blackout 即是带停电的 因为2022其实是动画来的 我刚刚在找动画素材的时候 看到有Blackout这套东西 所以就看了 虽然之后短短的15分钟 但作画和音乐和对白都OK的 我觉得 所以突然之间就会想看经典的银疫杀手Blake Runner的电影 结果还中了伏 像上星期那样说 其实本来说银疫杀手这个系列的最终目标 并不是204搞这套电影 当然会说 不过它不是我最后会说的一件事 而是我想最后说的是另一套动画 就是Blake Runner Bad Lotus 就是有一季的动画 就是Blake Runner的一些外传动画 不过我发现 Bad Lotus 是Sony即是Anypass发行的 Sony最大的涂天我不敢说了 不过有另一个计划是没有变的 就是下星期或者如果没有时间 就再下星期开始了 我应该会在星期一或三开台Live 玩这个Blake Runner的游戏 就是Blake Runner Enchant Edition 是一款旧游戏的Remake 听说是挺特别的 其实从前个星期在直播透露 会做Blake Runner电影的时候 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想直接直播的时候 玩这款游戏给大家看 我看游戏的介绍就说 游戏里面会有10个怀疑是仿生人的对象 除了第一个流罗和最后的Boss之外 其他8个哪个是仿生人 都是每次开游戏随机 即是每局游戏都会有不同的体验 都要重新查个答案 而当年97年制作了这款游戏 就是Westwood Studio 如果你不知道 Westwood就是最出名的系列 就是叫《命令与征服》 后来出了一个最出名的名作 就是《红色境界》 我就是6月头知道这款游戏会在6月尾出remake 即是差不多这些时间出remake的时候 才会想解释这个电影 现在出了 大家在Steam看到 它的评价是mostly negative 哈哈哈 不过我之后都一定会玩一下这款游戏给大家看 讲完之后的安排 就是讲一下这三套小电影的小小话题 第一套2022就是讲人类优越行动和仿生人的反击 如果有天AI发展到好像电影那样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AI有所恐惧 当然今时今日也有很多人会对AI有所恐惧 不过正如我刚才星期二所说 你也看回星期二条片 很多这些所谓的恐惧都是源于一些印象和吹嘘 就是完全和现在的AI科技发展是不挂钩的 现在的AI科技发展不需要恐惧 但当有一天AI真的发展成熟 我们真的应该对AI发展有所恐惧的时候 我们应不应该阻止AI的发展呢 我就是毫不怜悯的人 其实我是支持人类优越行动的 很多人看这些AI题材电影的时候 都会代入在AI的一方 因为AI被当是奴隶一样使用 是被压迫的人 香港人被压迫开 当然会代入被压迫的一方 不过当我们抽离电影去思考现实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认为当AI发展开始out of control的时候 就应该杀停 如果真的out of control 就应该退役他们 或者我换你一个说法 就是AI的发展一开始 根本不应该是全能向的 就像AlphaGo或者Lambda 应该是单方面技能向的 AlphaGo就是下棋 而Lambda就是聊天 就是每一个AI都只是集中学习 和处理一种工作 这样就可以避免好像2022 一个做鸡的放生人都可以打赢一班士兵 并且慢慢用AI去取代一些本身人类要做的 尤其是压护性的工作 当然会衍生另一个问题 就是失业 如果有玩过或者看过人玩 Detroit become human都会见过 会有一些低下阶层示威说 AI抢了他们的工作 不过我认为这是政府的问题 而不是AI的问题 用AI取代人类生产力高了 企业可以赚更多的钱 政府收伤加更多的钱 去养活那些活生生的人就OK了 到一天AI真的取代了人类大部分的工作 到时不是就应该AI生产完的资源 就是给我们人类用的吗 不应该有失业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全部都是贵族 不用做事 当然有人会认为这样是奴役AI 或者当AI是奴隸 不过都是看AI电影太多了 会当AI是人的人才会这么说 就好像你装水喝水的时候 不会反思杯或者水壶是不是奴隶 AI本质上应该做事就是 自己会跑去饮水机装水的水壶 不过话说回来 其实今天去担心什么AI叴变 都只是FF 不要担心那么多很现实的问题 我觉得不重要 而第一套电影2038 才是我最想说的 我认为这个才是cyberpunk的精髓 就是大企业的权力 2038就是说大企业对权力的掌控 在银翼实手之中 华内市掌握权力就是透过粮食 因为粮食危机出现 有先进农业技术的华内市 就可以成为救世主 华内市就一步一步得到权力 甚至可以影响到房西人禁令 其实 这个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后果 企业一步一步地由影响政府 到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对我来说 Cyberpunk的核心 就是被大企业控制的现实世界 或者你会说 支持社会主义的雪仔 又是抹黑资本主义了 但事实上 我们现在的生活 已经比大企业控制了不少 好像是Facebook 甚至你现在看YouTube 都已经在控制你了 我的频道最主要的流量 是看我后台的数据 就是来自YouTube的推荐影片 我大部分的观众 都是看到首页 或者右边的推荐才按进来 但推荐什么影片给你 就是大企业的演说法所操纵 他不推荐给你你就看不到 他推给你你才看到 当然现在的演算法 就是透过你的行为 推理想看的影片 像最近很红的小马那样 大家会说 美女出样就红了那些东西 但你有没有想过 演算法会推这些影片给你 就是知道 你喜欢看出样美女的影片 像我那样 我就没有收过小马的影片 我都是上Facebook 看到大家讨论才知道 原来有这个人 不知道为什么我YouTube 近一两个月 是敢推那些流浪狗 被人救了那些影片给我 而如果有一天 演算法改变了少少 他在那些美女的影片中 夹杂了一条美女 他赞赏大湾区的影片 有多少人会进去看呢 看完之后 又有多少人会受影响呢 可能你会说你不会了 但你想想 其他普通人呢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上星期《银翼杀手》 那个故事的开头 就有个飞船 在飞船呢 就叫大家移民外星 外星遍地黄金 其实和今时今日 叫大家移民大湾区有什么分别呢 由你的行为之中 出一点会影响到你的想法的内容 然后赚的是谁 就是资本家 不知Google赚到广告钱 大湾区最大的资本家是谁 就是共产党 那关键时就差不多了 我是小小 选择二六马上八点出片 同星期五十点 直播中的影片 请不记住点赞 就订阅点赞 点赞 还有订阅关注频道 记住感谢 还有点赞 还有分享 还有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 现在是出片之前12个钟 现在是早上7点14分 我才刚刚录完音 我待会尽快剪完片 铺上去然后睡觉